泰国是佛教国家之一,佛教在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公元前三世纪末期,印度佛教传入泰国地区。在泰国北部,一些早期的佛教遗址显示了佛教在那里的存在。 在泰国中部,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末期,当时泰国是摩基图帝国的一个属地。在这个时期,印度僧人带来了佛教教义和经典,开始了佛教在泰国的传播。 在公元十三世纪,泰国建立的第一个泰国王国苏可泰。该王国将佛教作为国教,王国的宗教和文化生活与佛教密不可分。 在这个时期,泰国的佛教文化达到了顶峰,创造了泰国是佛教文化的标志性建筑,如瓦曼那巴帕堂和大城府的饶难佛塔等。 在十六至十八世纪,泰国历经了王朝更迭和内部冲突,但佛教文化始终占据着泰国社会的核心地位。 在这个时期,泰国的佛教文化和艺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,建筑和艺术作品的风格也逐渐形成了泰国佛教文化的特色。 在十九世纪初期,泰国的佛教传统受到了摩基图佛教的影响,开始形成了现代泰国佛教的基础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泰国佛教的传统和文化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,继承了印度佛教的传统,也形成了泰国自己的独特风格和特色。 摩基图佛教是指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统。 摩基图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,它起源于佛陀生前的印度摩基图地区。 现在的印度东北部和孟加拉国,摩基图佛教最早的经典是巴黎三藏。 这是一个由巴黎与写成的佛教经典集合。 摩基图佛教的主要教义是四圣地,八正道和缘起信空。 其中四圣地包括苦地、吉地、灭地和道地。 摩基图佛教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和觉悟的时间,通过八正道来达到解脱。 八正道包括正确观念,正确意图、正确言论、正确行为、正确生计、正确经济、正确念和正确禅定。 摩基图佛教在印度历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。 但是在印度之外的其他地区,如东南亚、中亚、中国、日本等地,摩基图佛教也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。 在泰国、缅甸、斯里兰卡等国家,摩基图佛教仍然是主要的宗教之一,并深深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文化、社会和政治生活。 佛教在泰国是主流宗教。 泰国人口中约95%信仰佛教。 佛教在泰国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。 泰国政府也将佛教视为国教。 泰国的佛教传统强调出家人的修行。 在泰国佛教传统中,出家人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佛教信仰的人。 因此,很多泰国男性会在成年后暂时放下社会生活,成为僧人修行一段时间,这被称为出家。 泰国佛教与民间信仰相结合。 在泰国,佛教传统与民间信仰有机结合,形成了独特的泰国佛教文化。 人们通常会在寺庙中供奉佛像、烧香、敲钟、祷告,以祈求平安和幸福。 泰国有大量的佛教寺庙,泰国有数以万计的佛教寺庙,其中一些寺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 如瓦曼那巴帕堂和大城府的饶纳佛塔等,泰国佛教面临一些挑战。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,泰国佛教面临一些挑战。 如佛教传统的流失,年轻人对佛教的失去兴趣等。 同时,一些佛教寺庙也面临管理不善,贪污腐败等问题。 总的来说,泰国佛教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但也需要不断地面对和适应社会变革和挑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